各位您好,這款托消比木嶼 這個急凍40多元,超市的單位 讓買回來的,蓋著 next 。 放進水裡,先解凍 解凍 免得浸到水裡,沖走魚味 軟了之後 用一點水沖 但沒那麼大 因為魚都很嫩 太大水就會沖到 散 上次去完日本名古屋 我一向都沒有吃鰻魚 吃過蒲燒鰻魚 也挺好吃的 白鱔 白鱔 又不是經常買到,那麼漂亮 或者貴 我最喜歡用一些 平價的食材 去複製貴價的食物 然後我們就 用一些廚紙 吸乾它 找一把小刀 植文芥 植文芥 讓它入味一點 複製貴價的菜 為何芥呢 第一 做完之後就 辦爛魚 第二 就入味一點 比木魚 都挺腥 隔著袋都覺得腥 隔著袋都覺得腥 西餐就流行用檸檬汁 胡椒粉 黑植醃 但我做這個日本菜 就不會用檸檬汁 所以用胡椒粉 之後就用手輕輕掃 輕輕掃就可以了 因為始終魚肉質就亂了 掃完前面 掃後面 多一點點不怕 你看到都多的 不要緊的 因為 比木魚 聞去真的好聲 真的不是開玩笑 之後就再反轉 其實可以不反轉 因為大家做一樣東西 同樣東西 如果 家裏有清酒 當然用清酒 我喜歡一些便宜的 本地東西 雙精 不要直接淋下去 淋到手上才慢慢掃 輕輕掃 溫柔一點 你看到很溫柔 因為怕弄爛 為什麼說剛才不好反呢 就是這個原因 有些多魚了 真的多了一塊魚了 那 鰻魚本身就分關東 關西 醃大概一個小時 之後就做這個自製的桃燒汁 這裏的水 糖 味淋 萬字醬油 廣東 雙精 沒有清酒用白酒都可以 因為我做過類似的東西 沒問題 那 用個器皿裝著 我就很隨意的 我又沒有說什麼固定的份量 用自己煮東西的經驗 那 都是大概一匙 或者一匙半糖 味淋大概一湯匙 其實日本那些醬汁呢 其實千邊一律 很多東西都是用同一樣東西 不像 我們中國菜 那麼多花款 放心 不是很鹹的 廣東雙精 好東西來的 嗯 那麼 清酒的味道 就淡一點 香精的味道 就濃一點 然後攪勻它 然後放進雪櫃 就備用 那 就 用橄欖油 橄欖油 一個小時後 就煮了 那麼 開大火 放些橄欖油上去 然後就開大火 因為橄欖油呢 那個味呢 就清淡一點 不會搶了一些 魚的 或者其他東西的味 那我都是因應煮什麼 就用什麼油 那我家也有 兩三種油 花心油 芥花子油 這些 那大火 將些油翻一翻 那麼平均一點 平均受熱一點 先煎香 煎脆那個皮 那麼煎魚呢 用平底鍋呢 當然是 輕鬆很多 用 生脫鍋 呀 不鏽鋼鍋 就容易刺底 但是 怎樣都好 那就不要經常反來反去 因為始終都怕它的 魚皮黏著鑊 那麼 煎到那麼上下呢 就可以收到 中至大火 因為怕它焦 好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推一推它 推一推它 讓它 平均 一些油 吃得多些 對了 盡量不要弄散魚肉 要不然呢 就不靚仔 好 就是 煎魚肉 中大火 其實不用白線 即是不用鰻魚 都可以有其他選擇 茄子 其實 茄子 即是 蟻瓜 或者那個 什麼 其他 魚 蠟魚 就是 日本人叫鯛魚 都可以的 這個就簡單 再簡單 一些 急凍 比目魚 好了 這個時候呢 煎魚肉的話 要收小火 小火 對了 不要太大火 你看火小的 好 那就慢慢煎它 平底鑊 就容易操控一點 煎到差不多 3-4分鐘 就加了一些醬汁 這次的醬汁 就好像煎得太多 如果水少一點 其他份量少一點 就會更加好 因為不用浪費這麼多 煤氣去煮 煮一會的話 就開始要 調回大火了 把醬汁收掉 這個時候呢 就要用鑊鏟也好 匙羹也好 那 將那些 蒲燒汁呢 就淋到 魚皮面那裏 那裏 就調回大小小火 那就 就 盡量煮結它 煮到掛汁 那這個醬汁 其實都 都很慢用一下 其實它那個 譬如 和風牛肉呀 之類的那些醬汁 其實都 變化呢 都是少少的 來來去去都是那幾樣東西的 那些日本菜的醬汁 就是主要的那些 那那些再細分一點的那些 我就未研究到 那些家常的日式菜呢 都是來來多 那一兩種醬汁 那幾種配料 那 那 那 煮到那些醬汁呢 那 那就 都差不多了 不過今次的水 就是要多些少 那 這個掛汁的效果呢 就不是那麼好 對 不是做得那麼好 如果煮多一阵,应该会稠一点,变成没有汁送饭, 家里就要用汁送饭,接着就放到饭,放一些日食马鱼饭, 再加少许芝麻,先试一下,汁的味道刚刚好, 鱼滑,没有声,这个腋法不错,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多谢收看